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日本人 但每年却有一天会变成韩国人 他名叫任通 是一名南京大学的留学生 对于之前那段历史 他感到很不好意思 但至于为什么不好意思 他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历史问题 他刚到南京时 过得是提心吊胆 每天放学回家 都得打起12分的精神 因为身份特殊 寂寞跑去了一家酒吧 有一个中国人跟我聊天 然后他问我 你是哪里的呀 我说我是日本人 我说了 我自己说我是日本人 然后他说 哦 哦 Welcome to China 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 哦 今天这样的日子吗 哦 谢谢 现在他兼职在一家日料店打工 还找了一个中国女朋友 希望可以留在这里成家立业 同样留在中国的 还有兔子和广 他于1996年来到南京 起初的目的是为了学习中医 没想到这一代就过了几十年 现在他在南京看了一家日料店 几十年的时间 让他早已习惯了中国的生活 爱上了南京这个城市 目前留在南京的日本人 有接近五百人之多 他们有的是在这里求学工作 有的则是嫁到了中国 这个全部来了 我就都反对 全部来了 从原来的地方都过来 大概讲下去 不需要讲得那么详细 虽然长年的生活 让他们学会了说中国话 做中国菜 但只要谈到历史 大部分人 还是没有办法 做到宽容和礼貌 别人欺负不欺负啊 哎 你妈妈 那边人 那边小人 那边回事 有没有这么欺负你啊 没有啊 真的没有吗 也许只有当他们 真的敢于直面历史 接受历史时 这一切才会有所改变 对此 你是怎么看呢 我是宝牙 我们下期见